Oh my god, this looks really good Yo, what up?大家好,我是FashionBoy 今天呢,我是帶你們去解鎖 IKEA Charac 3個隱藏的裝備打卡 因為大家也以為會去IKEA拍照,在裡面拍嗎? 錯!錯!錯! 所以喔,平時拍的就是拍影片,小心點 那我們現在是IKEA的隱藏區 不叫在裡面拍照的,外面很多地方可以拍 Let's go 這裡通常呢,就是一般人來IKEA打卡,知道是這邊拍的嗎?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要在這邊拍,我們去更隱藏的地方拍 Oh my goodness Secret Squad Scarry like you 接下來我們要來的地方,可是我們要看一下有沒有Card 因為平時會有一兩個Card在那個地方 一般人來的地方 我們要來的地方拍照 先來拍照 可以在這裡拍照 好嗎? BiCard 是… 我難以後就等了 哈哈哈哈 那这里其实是个很凌乱的背景 不只是云多 烟多 整个环境的杂物比你认识的废茶更多 所以要怎样拍 不要频频拍 一定要从下往上拍 那拍的人呢 你可以把自己想象形成在蹲马桶 大边 突然间有人拉开你的门 没错 就是那个仰望的角度 那背景的水平线呢 要让它一路向北 打斜过去 让它的底部形成一个三角形 像我们这五脚四寸半人呢 站着拍照是非常吃亏的嘛 所以想要大长腿呢 当然要用上Ultra Wide Angle 随便卡卡卡卡卡卡卡 不过你是站着 靠着 趴着 绝对是个腿长的Opub 像我们拍的第一个地方 这个第二个地方呢 就距离第一个地方不远处 差不多一分钟的路程 就可以到了的嘛 然后你就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这个环境呢 最信我的地方就很像动作片里面BOSS的基地嘛 那这种地方呢就很多这种高冷的墙 扶手还有桥 还有这个铁的地板 在那边拍照最脚熟的地方呢 就是它可以看到太阳 它是露天的嘛 所以你蹲在墙角的时候呢 脸就要像太阳那边看过去 这样才看起来更立体 更有弧度嘛 再不然呢 我最喜欢就是找这种扶手扶手的交错处 就以它来做中心 人粘过去 什么铃都不用做的嘛 随便开个中二法则 随便卡卡卡卡卡卡卡 即使不小心拍到你木嘴一样 都会是个帅的木嘴吧 那想要拍这种Opah上楼梯的潇洒Post 没有问题 那千万不要从上往下拍 恐高风GG的吧 那拍半身 一定要从下往上拍 然后半身留三空 然后再轻轻的 靠过去你后面的栏杆 随便耍帅两三下 卡卡卡卡卡卡卡 哎哟 我一直看了 都想要被你 套agy吧 这一片就像我一样的 你认识《Maze》 你认识《Maze》 这一片 《Maze Runner》 它像我 《Bed Man》 《Bed Man》 《Bed Man》 OK 确实 哦 它看起来很漂亮 nice 装逼讲的是什么 要够几百 机智的减百 旁边这绿铁那么好靠 不然你要去爆吗 很多人都讲 不懂要怎么按抓角度 其实非常的简单吧 人就在九宫格的中间 肩膀要碰到第二条线 头自然就会在正中间 也就是第五格吧 随便卡卡卡卡卡卡 吹呦 只要你构图抓的堆 在目的目嘴 都看起来像是会飞吧 OK Close up Oh my god Don't do that 哈哈哈哈 在那么狭小的空间 你就恐怕分手要打开Ultra Wide Angle 整个视觉感才会更加丰富的 正所谓上梁不振下梁歪 拍照记得腿开开 通常人的注意力都会放在面积大的地方 就譬如说 头上的这个空间 这个时候你只要把腿张开 再运用上我之前教的X构图 随便卡卡卡卡卡卡 吹呦 你不讲 人家真的以为你在Brooklyn桥上面拍的吗 这个地方超级好拍 只像那种New York Brooklyn的感觉 Damn There you go girl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装逼就不要嫌烦 有山靠山 有柱子就盘 随便装逼两三下 随便卡卡卡卡卡卡 吹呦 你不讲 人家真的以为你被扑骂牵了 就带人人的吧 刚才像我们拍的那个地方呢 其实是很好看 但是我觉得 早上拍太过不够假白了 要等晚上来拍 所以我们下周一等到晚上就来拍 然后那是因为下有点下雨 不要拍 不要拍 说地点呢 我觉得这一个地点是最美的 因为还有Spotlight 可能你去到另一旁吗 所以这里面有靠北 就在第五格 然后切记做这牌照 带一带掉到七只腿 然后切记做这牌照 招聘出来 恐高分迷死妹的吧 随便卡卡卡卡卡卡 有Ultra light mode 就是不一样的吧 亮到你阿嬷都不认得吧 然后直接就去他旁边这个小空地 把你的手轻轻放在你的井 看似不经意 TMD在装逼吧 随便卡卡卡卡卡卡卡 我就是帅的吧 即使我是爱人的 也是最帅的矮子吧 哎哟 是不是很帅的 没错 我讲的就是 全这个Opera Render 真的是洗一杯帅吗 你看你看 你看到这一边吗 哇 我觉得这整个手机最幸福的地方之一 就是它中间这个部分 它下面shining shining 闪闪惹人爱 今天这支影片全部都是用Opera Render 2拍的 那么这支影片的干贴就是 Oper 那么这个那么Strake的手机呢 它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我手上握着的这个 深海夜望 另一个呢,就是博物粉 其实今天这个影片呢 有80%都是用这时全新的Opera Render 2拍出来的 其实Reno 2它不只是拍照厉害 它比起上一次我做的Oppo Reno 10X Zoom 其实这支Oppo Reno 2它很主导video的功能 首先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是它的Zoom 你还记得影片的一开始的时候 我在那边看对面有没有Guard 有没有Security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Zoom In Zoom In 再Zoom In 其实它整个部分都是用这家Reno 2 Zoom的 它一共有两个Zoom的功能 一个就是5倍混合变焦 一个就是20倍数码变焦 重点是它Zoom力它就算了 它还有Audio Zoom Audio Zoom的意思就是当你Zoom进去看那个人物的时候 它在收音的时候 它会自动放大 去演唱会增唱假唱 Zoom一zo 你可知道了吧 但是 这个手机就是来拍video的原因 是因为它有Ultra Steady Video 超级防抖 这个功能是非常非常厉害 你看我们在影片里面我一直跑一直跑 全部就是启动了 这个超级防抖 为了给你知道它有多么厉害 我现在再试一试给你看 Let's go 看到吗 现在有这个Bokeh effect Oh my god 而且这个是front camera都有耶 Damn Oh my god 你点点 这边就有看多少个percent Right 你只要放你的一个人物在这边 就收 看到后面 立刻就变Bokeh Damn 那么现在我们就在21楼 我们就要测试 两个功能 它的Ultra Steady Video 因为这对一个Vlogger 一个YouTuber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是如果你打算买这个手机去旅行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个Mode对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那么现在我是用这个Screen Record 我要试一下跑 你们看一下效果 有发现吗 有发现它的对比吗 是很厉害 OK 现在我们就来试下5倍还有20倍Zoom OK 然后我们现在看 看车 这是1倍啊 5倍 20倍 哇 哇 几乎要看到车牌了 My god 你想一下如果你去看演唱会的话 多么好用哦 我这边是21楼耶 我看这个看得这样清楚 即使你买最远的飘 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可以看你的idels看得很清楚 是 OK Let's go 还等什么 这根本就是 宇宙最强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一下 跟班子看来的 下文字幕也要见到我的Page follow in 上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拜拜 那快点去跟朋友去一趟 去班个饮堂地方装逼 Tack你的朋友 OK 快点去拍 不怕到一趟把他动手掉 拜拜 MING PAO MING PAO MING PAO